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辈子也不可能全做闪失 但若要我在两种恶行之间做出选择 我宁可两个都不选 独家赏识 我宁可两个都不选 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Jadio Pro 然后这一期我们还是聊电影 然后我和开开一起作为主持人 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请来了 我们梦寐以求的电影界的大咖嘉宾 来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Mobi 然后开开 我是开开 大家好我是佩根 我是贝论 谁梦着我俩的 梦寐以求 你这词整个 太能吹了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 就是为什么说梦寐以求 因为很多粉丝会 就是会不知道怎么着 就说来我留言 或者是我不知道会去其他地方留言 就在集合着问 说培根贝论你们是不是认识 对 啥时候来 然后说什么时候请培根贝论 一起录一期 什么的 因为咱们这个群体 真的是很重叠 很多就是也都是你们的粉丝 特牛逼 然后我就说 那这个电影信条 这是我们刚刚看完 大家这两天刚刚看完 然后也是时候 咱们就一起来录一期 对吧 然后今天就是请 有我们 我这个智商和理解能力 不配去解读这样的一个电影 所以我就请到这个 我感觉你要捧杀我俩 有点发坑的感觉 所以我就请到 你们俩 我觉得可以帮我们解读解读 但我们这个解读 全都是我们个人的 分享 没有谁是说感受自己多权威 对 没看过剧本 刚看完不表演 对 你看过剧本的也不一定明白吗 谁是 现在采访出来 演员自己这么说的 对 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按照顺序 我就来问你们 我先说说我自己 我其实看完 就是我昨天晚上刚刚看完 然后是集合组织的那场观影 然后我看完之后 登了一刹那间 就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我怎么问 然后 主卫宾分别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就是 谁 在哪 然后 因为什么 干了什么 是为什么 我只能这么问 然后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里面 记不住啊 太快了 就是每个人的名字 每个人 那个人去的地方 然后 哪个时间 我应该怎么形容 对吧 这个很难形容 然后后面西蒙也是 就是我俩 我俩边看的时候 边在问 谁是谁啊 我带哥了 你是谁 我是谁 对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杀了谁 谁杀了我 我在哪 然后就这种感觉 而且 我看完之后呢 就是 有那么 两个小时之后 我回家 然后洗了脸 然后 冷静了冷静 冷静了冷静之后 我看了一下 那个网上有人 对这个片子的 这个解读和什么 果然就是 一出有远投手机 对 一出有远投手机 我突然就领悟了 就是 有一种感觉 这个感觉 非常似曾相识 就是 因为我看 这部片子的时候 前半段 我觉得 我非常好理解 就突然到了 某一个点 到了那个 蓝色红色 房间的那个地方 我就开始蒙了 就是这个时间线 突然变成两个时间线 就最中间的那个点 对对对 然后那个 这一边的人 又可以看那边的人 那边又可以看这边的人 这个时候 往后之后 我就全是混沌的 这个世界是混沌的 然后 这个给我的感觉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大家不知道 我在初一的时候 满盘可能知道 我初一的时候 是物理课代表 你 物理课代表 你忘了吗 怎么在牛老师 我真有点忘了 人生高光时刻 然后呢 那初一物理学的贼好 就像我看这个电影的前半段 然后那个 到了这个初二的时候 那个物理难度一上来 我咔嚓一下不行了 然后就 再没当 老师就不让我当物理代表了 就是这种感觉 它有点像 不像学语文 这篇课文没看懂 下一篇照常学 对嘛 这个物理前部分定理没懂 后面好像就跟不上了 对对对 我就这样 贝勒你说说 你刚出影院 你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 我回忆一下的话 第一感受就是想再回去 就是因为我印象里是 它完全是从 看你刚才说 沈维西开始 就剧情就对折了 开始往回走 所以我看后半段的时候 发现原来 回忆当中 前半段有好多伏笔 对 就那些点 所以我就想回去确认一下 有很多记不清楚 你想进一下旋转门 有点那个感觉 可以倒是走回去 这是第一感觉 再就是爽 因为这个是2020年 我还能在电影院看着一个 之前没见过的奇观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 能留得下来的一部分 因为其实电影人 电影人就是在荧幕上 给观众制造奇观 但现在的电影人 其实肯定还是受市场控制的 这个一些一个情况 所以很多就是 我们看到很多大片 都是同样的主题 同样的类型 甚至是这个 怎么说 跟风的一些作品 但这个就完全不是 原创 原创剧集 这个太难得 你这个当时 那个贝论 也跟我说过这个话 当时我感觉挺大的 说那行 那我就觉得放心了 因为当时我还觉得 就是这篇 是不是有点 可能要危险 背影老师指的是哪场戏 炸飞机的哪场戏吗 不是 是整个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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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行逆行人 互相纠缠到一起 对 纠缠到一起 这个东西是没见过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时我看完之后 我在回家路上我就想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结果 但你去揣测 这个编剧和导演 他如何去构思 这个构思的时候的 这个动机 就是 这很有创造性 很敬佩 对 很敬佩 你接着说呢 第一感受吗 第一感受 行 留点 我第一感受 我感觉 说一个 咱就到东北人 这个圈里说话 老克 我就有这种感觉 就 我有一个理论 特别去想喝酒 这样好吗 说 我当时喝完 就是看完电影的感觉 就是第一感受 是好酒没喝梦了 又喝越上头 被喝透了 这感觉 没上头 就是喝透了 特别过瘾 其实其中有些环节 我第一遍也是没理解 但是就是爽到的 我get到你这个比喻的点了 然后我就发现 他这个酒 特别像怎么喝呢 就是 咱们比如东北喝酒 大家可能给不了解 我们东北喝酒 酒局的朋友说一下 就有点像是 你喝酒前 大家都找个名目提一下 对吧 我提一杯 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 就是突然发现 这每一杯提的都特别快 不是 不用提 甚至是不用提 大家来了自己就咔咔一顿感 以前我觉得我还有点酒量 电影没少看 有点酒量 我有点消化和接受能力 提一杯 我品一品 喝下去 再提一杯 品一品喝下去 我能喝慢酒 这回不是 这回酒得快 诺兰你站起来 我干了 你随着 就这感觉 这个电影是我 给我感觉最强烈 就之前看诺兰的电影 其实有这种感觉 包括甚至说 蝙蝠侠这样的电影 就诺兰拍任何电影 他没有废话 他的镜头语言没有废话 他不会设计过多花哨的 镜头的调度 什么没有用的一些 B-roll空镜什么 都没有 就是上来就是咔咔给你去试 一个甚至说 换了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的全景镜头 都不会给你交代了 对 直接就上来就是角色 就开始走故事 所以就是诺兰 这个感觉就是 给我感觉 他就上一个给你干杯 他就是盗梦空间这种 星期传业这些 有点伤脑像的 这个电影里面 他为了解释他构词的核心原理 就相当于提酒前 他给你讲的有点多了 所以有人就诟病这个事 这回 这回就行了 咱不废话了 直接干 所以就是最直观的感受 但是所以我感觉 这个感受 在二刷之后会被削弱 就是因为你是有悲而来了 你对这个心理是有准备 再喝一轮 所以你再喝一轮的时候 你就除了爽 你就感觉消化程度好多了 开开呢 你什么感受 我第一次出影院 我第一次出影院 跟培根本老师一块看的 然后出了影院 我第一反应 就是这篇没法做内容了 就没法做 就是你连用一句话 简单的概述 它的情节都做不到的话 你要怎么去跟大家 讲述这个东西 讲述你自己的感受呢 对 然后我们出来以后 吃个饭嘛 聊这篇 我就感觉像是那个 考完试对答题 然后之前他也有个比喻 就是这回老师考题出纲了 考点太密集 根本就 然后我跟你一模一样 我就是那个 我连我怎么做的考试 然后那个最后一道大题 是什么 是什么 我都描述不出来的人 就其实我一直有点反对 一个词嘛 叫烧脑嘛 就是咱们现在听很多这个词 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电影 如果是被誉为是烧脑 这不是什么好词 但是我现在在认真思考这个词 就是把它放到诺兰的这个片子里 它确实是烧脑 然后但是它烧在哪 怎么绕回来的 怎么去迷惑你 怎么去 对 这个我觉得还挺值得聊聊的 然后我 你说的这个我也有同感 就是我们很多电影 其实可以用一句话 一个梗概 然后就把一个 关键的一个点提炼出来 但又不剧透 然后会让你很想去看这部电影 够概念了 但这部电影 你没有办法 这部电影 诺兰也就一直形容说 这是一个国际题材的间谍大片 但是具体涉及到剧情角色 根本没有 对 你也没法看完电影 去给人讲 我看了一个什么电影 因为你只要一讲 你一定要涉及到剧透 但是这片子感觉也没啥可透 你按英雄电影讲的话 也能概括 就是说还是正邪的对立 毁灭世界 拯救世界 还是上回我说新传业那个 男主角逆转时空 然后拯救世界 逆转时空 但是就感觉你这么一句话概括完 还是什么都没说一样 对 这是没说的 对 自己去体验 然后 我觉得 整个这部电影 看起来这个感觉 就是 默默说的爽 这个点 我觉得是非常爽的 因为 不管是你带着脑子看 还是不带着脑子看 整个这个观影感受 和他的视觉器官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门槛的 对吧 对 我觉得唯一一点 就是我觉得 有点 就怎么说呢 我们 我是觉得这部电影好 但是有些地方 我也觉得他就是 稍稍对观众有点 对 稍稍对观众有点不太友好 对 这个感觉 现在说这话 你得小心 你知道吗 你说他对观众不友好 你是假设在 对我还可以 对你们可能不太友好 对我 我是个观众 不友好 我是不友好的 那个其中议员 怕你们不会误解 怕你们电影机 那你说说 到底哪里 就是对你不友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信息量大 而且对那个影像记忆力 考验特别高 就是后 因为它是折叠的 它后面的剧情 相对应的 就是折叠的 就后面相剧情 对应的话 你得记住 上一回发生啥了 对 它不会给你回溯 你说到这一点 就是很多观众 在影片前15分钟 它是没有入戏的 很多细节和感觉 和一些镜头的语言 它是记不住的 是不是不是个讲话 就是抱有花时间 进去先吃点 对 它这回没有 特别快 先手机 信息发一发 对 都干这个 这回绝对 没给你 第一场戏 几乎就是秒入戏 太快了 对对对 而且就像我说的 它是一个 没有废话的一个电影 就是不会说在这个 就你说我们其他的电影 就是去全球踩景的那种 谍战片 或者是什么动作片 一般会给一个当地的这种 特色的风光 给几个镜头 对吧 那些有用没有用的 这种完全你见不到 完全见不到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 之前看海王 或者是看迪伦蝶什么的 都会有一些那种 对吧 到了一个地方 给你一个特别棒的几个镜头 让你看看这个地方的 有特色的面貌 或者追逐 追逐戏的时候 有一些街道市区景色 对 这个完全没有 这个也是它一直 所有电影里面就是这样 它不是给你特别全的view 然后让你 其实就我觉得这种感觉 是给你一种做梦的感觉 因为你在梦中 其实你是看不见很大的view 你只能看见 你关注的那个故事 这个东西 对 这是一个很巧的一个事情 就是叙事上 或者是视觉语言 是呈现的 这个它说明 诺兰他有自己的这个考量 他不是说不会拍那些东西 他是 就是给你拼图的一部分 让自己去补全 对 我不给你 你自己去补全 而且就是这回我感觉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视角这个事 在电影里很重要 可能我们后面会稀疏 然后他这个视角的 就像你说的 可能是他没有那种 特别大风光的这种展现 就是让你更沉浸到 他这个主角的视角当中 所以就有我们的粉丝 跟我们留言 就把这回这部电影形容 就像3A大作 特别有那种沉浸感 就仿佛是我在跟着主角 去做这个任务 一关一关往下通的感觉 前半understand 后半feel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种理解 就是虽然大家网上都在讨论 这个说关门槛高啊 或者说都是讨论 我这个有点蒙的状态 但是我认为这个状态 其实分三种 就第一种 其实是最简单的 就是说电影信息量 给的太足太密了 有点没跟上 就是相当于他整个前半部分 这个特工片的节奏 都可以称称一部电影拍了 但是他给他压缩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主角每一次对话 又领到下一个行动任务 这一步一步的过程都特别快 就像你玩游戏 你接NPC任务的时候 你不认真看对话 一顿一顿按键子 你玩这啥游戏 就网游什么都这样 我知道好多 你知道吧 就那种日本游戏 过场就这些多 对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说 我们两个人在观赏之后 一聊剧情 这个场景 这场戏 我都有印象 这个画面我都有印象 这太对 我完全就是 但是我到这儿是因为啥 到这儿我就记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都是第一层 所以我感觉这种的这些问题 其实是在二刷三刷之后 你一定可以解决的 只要你给你时间慢慢消化 都是可以解决的 然后才是说 下一层的蒙 是对这个 好像电影涉及到的 这个物理概念 开始有点蒙了 这里面可能提到的这些商 这种物理上的词 是怎么回事 感觉有点蒙 有人想把这个研究明白 去理解你这个形成这个奇观的原理 然后再到最后才是说 可能我对商业有了解了 对剧情的线 我已经捋清楚了 但是我可能是比较以一个审视的态度在看 说你这里面的情节都通不通顺 符合逻辑 还有好多地方是留白的 对 包括一些留白的 我用脑洞能不能把它补顺 对 按照电影上给出的逻辑 包括人物的角色性格 能不能把这块补上 对 这个可能是第三部分的疑惑 你现在这个阶段就会发现 这三种群体的声音是讨论到一起的 就是大家总结成了一个感受 讨论的也很 都是萌 对 我觉得你刚才概括这太神了 我复述一遍 就信息量疑惑 然后是物理概念的疑惑 然后是世界观疑惑 我操神了 有点意思 所以前两部那个步骤就跟我自己二刷 这个过程也是一刷之后 也是信息量有一些不行 但二刷之后我感觉我好像又行了 是因为我把信息量捋顺了 仔细想想好像又有一些地方感觉不行了 那你在二刷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二刷之后的话 我感觉就是整体看起来电影会顺很多 只不过会在自己心中有疑问的地方 格外注意一点 然后你才能更体会到电影有一些安排的细节 这个是你享受二刷的那个点 你在二刷看就不一样了 人物情感性 对 这个很重要 确实 我其实一直想二刷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从结尾 从他说那个你才走了一半 我再去从头再去体验一遍 这个情感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 往下聊了所有的内容 就开始涉及到剧场 来了 然后首先 我觉得先给我们 我们先讲讲 这个关于整个剧情故事的这个脉络的疑惑 你这边很多观众像我一样 就前面基本都忘了差不多了 对 然后看到很多视觉符号的时候 总感觉前面看我们 但已经忘了是哪了 就稍微串一下 对 就帮大家把这种 还是基于第一种信息量的这个疑惑给捋顺一下 收到机枪手册 刚开始我感觉整个电影 你大体来看的话 我们是把的分成是 整个前面有一个序幕 然后有一个落幕 然后中间那些三场 相当于三场大戏给串上了 就序幕就是最开始 这个移入场 这场劫持行动 恐怖分子的劫持行动 所以你把前面开始 这个序幕还算是 这个男主要进入这个 接下来的游戏世界了 做的一个交代和铺垫 然后从这场戏之后 天能这个词出现 信条 信条 信条这个词出现 他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才开始接触到 他所认为的第一层真相 就是才有了后续的 说他先是要到一个地方 接受打枪子弹那场戏的训练 然后根据这个指引 子弹的这个材料 他找到了印度 接触到的军火商 然后又发现印度这个军火商 实际上是一个伪装身份 全天听证的后面 他又给这个女的军火商 其实也是组织的人 然后又给了你下一步的引导 说其实我们一直想要调查的是 这个俄罗斯的寡头 但是因为他呢 现在又在伦敦藏匿着 所以我在伦敦有人 这个常驻嘉宾 麦克老爷子又出现了 才会又给他安排任务 但是说你这个寡头 你现在想接触 你还接触不到 我们给你支个招 你现在从他媳妇下手 这才有了 他就说我帮他媳妇接近 怎么接近他媳妇 原来他媳妇是婚姻受困 其实想摆脱他丈夫 等等 刚才那个老爷子 是谁的关系来着 是一个印度女军委商 就是组织这个人 给的关系 他介绍的 其实这个老爷子 不就是他 算是他 算是一个 算是他这边的人吗 算是 也算是 对对对 他是 印度女军委商说 他是唯一几个 在军情六处 没跟那个 俄罗斯那个反派寡头 有勾连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 让老爷子露一面 其实是 完全就是这个 没有这个人都可以 然后才有了后续说 他要帮这个女主角偷画 然后在偷画这个过程中 才发现了 原来这个俄罗斯寡头 在偷画这个地方 还隐藏了一个秘密 就是这个旋转文 这是第二幕开始了 对 而且到这为止 其实主角还是相当于是被 他还是被瞒着的 因为到这为止 他还单纯的认为 我去这个飞机场中心的 这个建筑物 只不过是偷取一些 被逆转后的子弹 他是这么形容的 结果当他进去之后 发现了这个门 发现这门里出来的 两个奇怪的黑衣人 他才觉得 不对 你们还有事瞒我 这里有高科技 然后他又回印度 找那个女巨火商 然后女巨火商 这时候又告诉他了 这个科技来自于未来 未来 其实从这开始 我第一遍看到的时候 是稍微有点懵 因为一开始 男主角接受的任务 都是经过这个 印度女巨火商引导的 就好像是 印度女巨火商 然后这个事我们也不太明白 你去打探一下 结果打探回来以后 问啥 他啥都知道 所以这时候就有点怪了 发现他不太对 对 其实是背后还有一层 就是 有点远了 谢谢 对 这个刚才 我刚才有点这感觉 对 我们就顺着这个 在往下捋 对吧 然后就是回来之后 问这女的 问她啥都知道 原来你们这还有事 瞒我 逼得这女的没招了 又告诉了主角一些信息 我们发现 原来其实不仅仅是 子弹这么简单 涉及到一个未来的科技 这事有点大了 但是为了 为了这次行动 能够成功 主角也想参与其中 拯救世界 想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貌 真的继续配合你 我也去完成任务 就是说要去偷 最后就是高速那场戏 布这个东西 然后这场戏 就相当于是 在主角的视角 他还是认为 他是要偷核材料 对吧 他当时是作为一个 伪装成美国大使的身份 去帮助这个反派 偷一个核原料 以此来获取他的信任 然后继续打探他 能逆转武器 这个更大的事 你能把这话 这么严谨地表述出来 对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最后 当最后 他把这个任务 也完成过后 然后从这场戏之后 那个审问戏开始 他进到这个门里了 整个故事开始折叠了 掉头 开始掉头了 从这开始 我就喝多了 对 所以这个节点 差不多可能是 一个半小时左右 我也折叠了 所以就很多观众说 到这为止开始 我就不行了 我不行的原因 就是这前一个半小时的 信息量 我还没太消化清楚 后来你这个 最主要的视觉器官 那个剧情一展现 我就彻底放弃了 这场戏咱要细说吗 其实这场戏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次发生 一个视角转换 对 就是摄影机的视角 终于跟着这个人 进旋转门了 就是这个变化非常突然 然后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一个 很复杂的地方 就是他 他可以看见 你在门的另一侧 然后可以看见 对那边的画面 并不是同时的 对吧 对 还是有错位的 那段特别迷惑 特别迷惑 就是他不是 刚被押到那个红房间吗 对面那个反派 在审问的时候 先数那个321 然后突然问话 然后他说的话 都是倒着的 对 但其实这个不是说 他说 比如说 他说321 然后倒着放123 而是这整段审问戏 都是倒着的 但是诺兰这段台词 设计成一个镜像的 你在第二遍看 你明显听出来 他开始逼迫的时候 是321 然后等这段审问的 最后一段 他说的是123 所以他是把整个审问的戏 的对话倒过来 又是一个折叠的 卧槽 对 但是他每句的情绪是 你怎么赶紧说 你这个块放在哪了 你确实放在那了吗 你是不是放在这 他有一个情绪变化 但是这个起伏是对称的 所以每句话都是能 情绪能对上 就是你二刷的时候 把这情绪当成一个称点 因为我记得 他说了一句叫BMW 就这个单词 倒放的时候 我听出来 但是他不是在当时那句话 而是在对称的 所以他给你造成了一个假象 就是你发现反派 这个时候在蓝色那边 用他自己的老婆做威胁 要挟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说了一句倒放的话 马上就通过转换的喇叭 就把他变成正向的 其实人是整段 但实际上 他是应该是之前的那段对话 被转换过来的 但是因为他每一次逼迫 在缓和 在逼迫的情绪 也完成了一个非常对称的结构 所以他跟我们在这边看的主观 是要是对上的 对上了 所以他每段台词 并不是正 并不是当下那句翻译过来的台词 而且这段里有一个点特别骚 就是他 我记得当时是 他是逆向的 拉着他媳妇进的这个情绪室 然后他把口罩摘了 对对对对 这个疑问点在于哪呢 之前咱们在奥斯路仓库里那场戏 看着门的时候 他那个是里外是相通的 所以人都是戴着那个洋面罩 一直戴口罩 但是后来那个大仓库里 其实他有隐藏的一个闸门 闸门把红色 红房间和蓝房间都隔开了 所以就是蓝房间里的空气 本身也是逆向 所以逆向的男主角 逆向的反派 在那里审问的时候 他是不用戴的 但其实他是逆向 就口罩这个问题 其实第一遍看我也挺困扰 再给我们详细解答一下 口罩的时候到底是否严禁 他其实解释了 他就说肺炮的工作是单向的 所以如果你 没法逆转 对所以如果你逆转以后 你是吸不了那个正向空气的 所以得戴氧气面罩 但是疑惑的点就在于 在审讯室里蓝色房间 红蓝不是红色代表正向 蓝色逆向吗 对 但是在蓝色房间里 当时他媳妇是戴了面罩 对 所以其实当时他媳妇 是没经过旋转文 对 他媳妇正向 然后反派是逆向 就是这一点 就是得把面罩 跟空气这个事得分开看 所以那段里造成的现象 就是他虽然没戴面罩 但是他是逆向 这个得分明白 我现在脑袋好像得这么大 对 就是这次还有一感觉 就是一般来说 咱们所谓的烧脑片 看影评的时候就能看明白了 然后现在我连影评都看不明白 一个脑袋进去 看完就俩脑子出来的 所以这段我们讲完 估计也得挺迷糊的 学少画面 学少画面 所以我也挺反对 有一种说法 说这回诺兰还是解释很多 画面没有任何信息 我感觉有点 这画面信息量可大了 对 但是他这个画面信息 那你不给你时间消化 他就全片也没啥给你消化 对 所以就 我觉得节奏就是太快了 导致我的智商被暴露了 没事 大家都这样 然后除了刚才 贝论说的 你要注意到空间和氧气面罩 其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并不只是说 他在蓝色那边就一定要戴面罩 这个事还分开看 所以就还能联想到 就是最后那场戏 大家都意识到了 这个女主凯特应该是逆转回去的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不用戴氧气面罩 在船上自如的行动 然后最后把他老公射杀了 大家说应该戴面罩 因为整个过程中你能看到 如果他们是在逆转状态下 但是不戴面罩的交流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有一个空间的环境里 比如说在船上 或者他们集装巷内 所以他都是有道具 你能看出来是封了一层塑料布 你就感觉他是用塑料布 表示空间被隔绝了 所以他们即便是逆向 也可以不用戴口罩的交流 对那个跟闸门的原理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属于概念方面的东西 以后我们再接着再信 我想知道刚才咱们这个剧情聊完了吗 我怎么好像逆转 没有没有 没聊完 我突然感觉不对 来玩倒戏 对所以就是回到刚才那个主线剧情 所以就相当于他从经历了 男主从经历了这次审讯戏之后 他才真真正正的接触到了 整个这个组织的最核心的那种秘密 才明白怎么回事才明白所有的什么 包括我给他偷东西都不是为了去迎合他信任 就到这诺兰才给出来 然后他这个时候很生气 他觉得他还想试图再次阻止这次交易 把这个东西夺回来 然后他又跟印度的女人做了一次交流 结果这个女人就跟他彻底相当于摊牌了 摊牌了 说其实你就不是主角 我最开始找你就没指着你把这个事阻止 为啥 我就是想让你丢了把这个东西送给反派 以把反派其他那几块演出来 这主角发现我是被利用了 但是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明白这次任务的核心是啥 这九个算法要激起 但是他有一个信息量是印度军容上没有的 所以他以此为威胁就参与到大行动力 所以他有最后这个 这段还提出了一个关键台词 就是无知识武器 对 傻人有傻福 包括这个也点到后面的一个比较核心一个主题 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就是这个再说 剧情接着往下说 刚才就是差不多到头了 到这就差不多了 所以最后这场在结尾这场正红队蓝队的大战戏的时候 才是主角已经明白了我现在是真正要干什么 然后参与到这是任务的核心 是阻止这个反派用九个算法毁灭世界 然后等最后他跟那个帕丁森分别的时候 他也得知就是自己是招募的帕丁森在未来 然后自己才是这个组织的老大 然后所以他有这个信念之后 才有最后把那个军火商和他手下杀了这个事 因为他知道他未来是自己老大 他还不需要别人指挥一个任务 是经典的诺兰师 所以他又反转了一次 反转了一次 从你不是主角到我真是主角 所以帕丁森最后有那个他之前的采访里 他说他看完剧本 就说拍还是还说拍戏的时候 每次看完剧本他说 哎不错我最后到底怎么着了 我最后死没死 对那是一个大刘白吗 哎这刘白吗 我旁边看的时候 西蒙特别确认的跟我讲 他认为他死了 我也觉得是死了 对 那人终于死嘛 他以为是在哪一段死的 就是那个在在那个 那个铁栅栏门门口 是是是 挡了一枪头上 对因为有那个吊事这个事 他不是要回去再逆转一下吗 对对 逆回去吗 那是不是就是等于回去送死了 其实是 我们也是这么恼 但是电影确实没这段留百了 因为那个 但是有表现出来的 是大战里 那就单说一下 尼尔的大战里这几场戏 我求说求这样子 快快快 他这块我看得太懵了 他本身是时间前行行动 那个男主角是红队 然后尼尔那边是蓝队 他这个有点像机身弹生机 他给的解释就是 蓝队要先 其实在时间点上 是回到了比红队更早的地方 先完成一套任务 但是在红队看来是逆向的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那个 叫怎么说呢 在正向的这个世界 也就是主角这个视角下 都是一起走 因为那个 在他的世界里是一起出发的吗 对 那个集装巷落下以后 蓝队是倒着 从集装巷上退出来 记得这个画面 所以他最后强调了一个时间点 这场大战是10分钟 所以他们一起开始的时候 蓝队是在这场大战 结束的那个第10分钟 红队是在这场大战 刚开始的这个第10分钟 10分钟的第一分钟相当于 所以他们在行动过程中 中途他有一个转折点 是炸大楼那下 他们两队一起对了一些手表 正好是5分钟 所以相当于对于 无论是红队和蓝队来说 他们完成这个流程 都要有一个教会点 就是炸大楼那个 作为一个相当于标志 检查点 我终于把这个 为什么楼扎两次给弄明白 而且楼扎两次 因为视角的换过 我第二遍 二刷的时候仔细看了一下 我第一遍要刷完 我也疑惑 我怎么扎了那么多遍 其实他是视角换了一次 就是一次是 从这时候扎两遍 就是那个楼 先扎上面后扎下面 你记得那也是个奇观 先扎上面后扎下面 还是先扎下面后扎上面 我记不下 在看你们从哪个视角 按红队那个视角 正序 他们一开始看那个大楼 是下半截没了 上半截斜外的 对啊 塌着 然后就是这个楼立起来 然后他们把上面炸了 但是蓝队看到的视角是 这个楼上面是塌的 然后复合了 治愈了 就愈合了相当于 然后他们把下面炸了 就是说在最后一场 这个前行运动 既有正序又有逆序 然后还有正序之中的逆序 逆序之中正序 然后还有视角的不一样 其实就是视角切 就是视角切 最主要是视角切了 然后说回来啊 就是那个前行动 其实它有点像既成诞生机 就是蓝队通过红队的经验 然后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红队也是通过蓝队的经验 完成任务 就是其实就没有因果 互因果 就是两个队都分别 通过未来的对方 获得了一个 那个这次战斗的资讯 然后两个人共同完成了 这次任务的操作 感觉有点莫比乌斯环了 对 其实是 其实要你从一个点揪出 到底是谁给谁的信息 造成了什么 其实揪不出来 揪不出来 对 它是循环的 感觉已经 然后回到那个解释尼尔 尼尔是 他在任务 作为蓝队视角 任务快结束的时候 他应该回集装箱 然后回到他们之前 转换那个点 应该是完成了一个闭会 开会 对 但是他快走到集装箱的时候 他回头看见那个隧道口 有那个反派手下 埋那个线 就陷阱雷嘛 对 然后所以他决定 他就不上集装箱 然后他又回到基地的地下 因为他是逆序的 所以基地地下那时候没炸 然后那个隧道口也没事 然后他进了里面的旋转门 他恢复成了正序 然后他再出来开车 去提醒主角 其实这个还是发生在 那个主角先是红队视角 他进隧道之后的事 所以我二刷的时候 你能发现 第一遍红队 他们那个男主角进隧道的时候 后面一辆车追他 那个车其实就是 当时按喇叭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是个伏笔 对 其实就是第二段 那是熟人 对 米尔按喇 然后他又再去 那个爆炸那个中心点 去扔那个绳索救人 就是他在这一段戏 表现出来的是 这么一个转换 所以这就相当于两回了 所以最后他也能 摘那个面罩嘛 因为他虽然是蓝队 但是他恢复到正向 然后就是说最后死了 那个我觉得就得脑补了 其实这段画面里面展 展现不出来 他是在什么位置进行的转换 而且脑补的话 那时候基地已经炸了 所以他应该 我认为啊 他是回到集结点 自己进行转换 然后再倒序回到 没炸的基地 再进去开锁挡枪 然后最后吸引 就是我觉得是 应该是这么顺序 接不上话了 大家其实即便就在这一刻 脑袋没把这个线捋顺 没脑补 但是我其实是因为 那一刻背包上的 那个小吊坠 对 我就被这个视觉信息提醒了 我就顺理成章的 接受了这个视觉电影 说他一会儿 还是要下去死在下面 但是具体怎么死的 我也不想深究了 我就get到这个 他要去牺牲的点了 诺兰是那个吊坠 吊坠那个第二次出现 就是一个躺在视觉上 这个时候我就回想起来 这个以前见过 这个以前见过 但是我忘了那个 见过的时候 是这个有吊坠的这个人 干了啥 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那是第一场戏 第一场戏 对 所以他又是一个 相当于头盒尾 总之 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半知半解 然后蒙圈的状态 但是我还是挺享受这个电影 对 解析的这个过程 不是 就看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也还是挺享受的 就是不用太 我看的时候我就抱的心态 就是我不要去太琢磨 或者是专研某一个信息 或者某一个概念 或者点 对 就是先把这个故事看完就OK了 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一个谍战 对 谍战片 因为 因为当时 这个我觉得之后 咱们再说 后面再说 接着我们就说说整个概念 因为刚才我们就讨论到 这个旋转门 以及这个概念 就是包括这个怎么样正向的逆向 怎么样 然后就是相当于 这些线都屡顺了 就到第二层 这个观众的卡的点了 我们进入第二层梦境 概念疑惑 这个概念就是 我就是代表观众问一下 就是怎么样能在 让我在这个逆转的这个空间里 然后我不吸氧气 你再来 再来一遍 就我怎么样不戴面罩 然后我还是一个逆转的人 没办法 就是那个 就是如果假设 就是喝水的话 你可以 就是平时你是吸的动作 这回你做兔的动作 可能这个逆向世界 对他来讲的逆向世界 水就抽上来了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就是因为你看那个 我就说帕丁森 他是什么逆转回来的人 他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逆转回来的人 他是逆转回来 但是他当时是正向 他当时是正向 因为对 这个还是面罩的 所以就是 刚才没解释完 你得解释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个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 整个剧情里面 可能给了我观众暗示 但是我就没有盖到这个点 就是你把面罩 当成一个判别标准 对吗 对 对 这个也是一个 刚才 就他讨厌 是这个视频里告诉 你们注意一下这个面罩 对点 面罩是这样 面罩跟之前说的 就是氧气 那种防护罩一样 就是他不完全跟逆转 逆向这个事锁定的 就是片头里 那个黑衣人 其实他虽然打出的是逆向子弹 但是他本身是正向的 就是他跑动的姿势 顺序方向也好 都是正向的 如果你在仔细看 他戴的那个面罩 他那个是防毒面罩 他是短的 在哪 哪场戏呢 就是剧院 剧院那场戏 那个是 那个是他是戴着风 其实你就明白了 那你说他第一次 男主第一次进旋转门 他刚一出来的时候 那个有一阵风吹的 然后他往前走两步 那感觉整个人都是逆向的 对 那后来他开车的时候 也是逆向的 这个人也是逆向的 对 那他在什么时候 又正向回来了呢 这个有表示吗 有 就是 我这么说吧 他后来不是在车里 被冻晕过去了 对 然后他就进那个 集装箱里了 其实在我理解 这段留白礼 他就没逆转过 他一直是逆向的 他只不过是被 帕丁森救了 对 所以他下一秒 醒来的镜头 就是在一个集装箱内 是封着塑料门的 集装箱内 他和这个女主开的 都是从那个 单架上醒过来 他俩现在都是逆转的 都还是逆转的 因为这个地方 我注意到 一个细节 他往那个集装箱 往外看的时候 他的动作是逆向的 他那么那个 集装箱的那个船 应该是倒着 往那个港去的 我也记得 有个大远景 对 他是倒着往那个港去的 对 所以一直倒到那个港之后 到飞机场 发现机场 现在正在爆炸着火 周围所有的人都是逆的 他们才是正的 想去往里跑 也就是说 男主角从 审讯室那场 进那个逆转门以后 一直回到了 奥斯陆 那个自由港 他才正过来 中间整个的大段 他全是逆向的 他一直到最后和 之前的自己 打完这个仗 进到那个门里之后 再从那个门跑出来 把帕丁森推到一旁 这个时候 他才转到正向 所以中间整个这一段 他都是腻的 原来我们对这个人 是正向印象状态 还存一样 就这连上了 因为他中间 这一段有点长 所以 其实这个段时间 镜头里有暗示 就是我刚才说 他在集装箱里 有几次往外看 他的动作全都是腻的 然后他包括他 从那个 因为这个地方 我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个剪辑 特别生硬的地方 帕丁森刚说完话 说你睡会儿吧 然后下一个镜头 两个人都坐在那 对 就这个剪辑特别生硬 感觉这中间 还有很多戏剪掉 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 主角坐在对面的床上 然后帕丁森 坐在画面右边的床上 主角起身的动作 也是逆向的 其实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因为很多观众 已经忘了这个事 就不注意这个戏剂 然后他在那个地方 还加了一个 算是给你的一个 视觉标记 就是他胳膊上受的 那个伤 对 他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强调 先是胳膊感觉不适 先有伤 然后后来发现 穿衣服 衣服上有洞 对 那还挺明显的 就是从那块 他开始强调这个事了 就是逐渐的 把他告诉你 还是到着 那你要这么说 他其实 从逆转门出来的时候 按理说 这个伤也是应该有的吗 对 但是当时 这个快好了的 当时他是 快好了的 对 其实是 就应该可是 刚刚又合几天 那种感觉 然后开始越来越严重 然后他从集装箱上醒去了 刚醒的时候 那是黑点 就还没破 然后等最后 他们都穿衣服 准备进去的时候 开始流血了 对 细节 绝了 然后 还有一个概念的问题 就是 这个你来问吧 你看你有什么问题 我在捋一捋 我现在还换一下 我感觉我也有点 好 那咱们接着说这个概念一货 就是我觉得伤这个概念 我还是想想问一下 对不起 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 其实他应该是在很多科幻小说里面 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元素 对元素主题 你觉得伤这个概念是什么 以及他在这个片里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怎么用的 就我感觉 首先咱得先确认一下 就没有人真是以 物理学家的身份 去看这个电影 但是只不过伤这个东西 在电影中 确凿的以台词的形式出现了 大家就对这个事 特别纠结 我告诉你 最坑人的就是那种 你半懂不懂 这个伤你听说过 你也见过 但是有点忘了找个事了 然后看电影就突然出来 你开始琢磨了 这就毁了 这就一部电影 这一部电影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 对 那后面台词你就略过 你就跟不上了 最好就是你完全懂 他一说你明白 或者是你也不懂 然后以为是电影创造的事 你一听一过就可以了 而且我是那种 他一说人名地名 我就特别想记住 回来查的那种 那你就包覆了 对 就是完全就 这体验就有点耽误 我感觉伤可以完全把它简化成 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正常自然界 它是有一个有序 就是有一个方向的 就是说 都是从有序向无序发展 就是相当于规定了一个时间的方向 你就把它理解成商这个事 就现在这个方向就可以反了 正常这个事绝对不可以反的 绝对不 就只能商增 但现在就告你 就可以商减了 你就把它理解到这就可以了 我觉得是可以了 然后商这个问题 在电影里提出的 也是它跟时间绑定 就像我们上期视频也提到过 说商是唯一一个物理概念 它是有方 有时间方向的 能提现出来 时间之间 对 而且诺兰在采访里 他也这么说的 他说跟其他物理定律相比 这个商是跟时间绑定 咱们现在的宇宙只能上增 就跟时间一样 只能单向流动 但是如果他假设是商减了 时间就开始反转 但还不是跳跃 所以它不是时间穿越 它是时间倒转 不会形成多个平衡 对对对 然后如果对这方面 时间观念 商的概念感兴趣 其实可以了解一下 那个叫一本书 叫时间秩序 就时间秩序里 关于商跟时间 那种绑定关系的 那个讲述 就是跟诺兰 在采访里说 那个感受是特别相似 很深邃 对对 很深邃 我感觉他们对 对这方面理解是相似 而且就是我甚至觉得 电影中这回 他用台词 就这样的方式 把它提出来 就是告诉大家 我整个这个电影的 这个设计 不是凭空出来的 也是有一个猜想的基础 有力可以 对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事 就特别钻 特别感兴趣 那我就把商 包括他把那个 惠润 这个丹田自宇宙理论 这个科学家的名字 都通过台词 就特别碎片化的 扔出来了 你要感兴趣 那我也把这个基础告你 你可以去查 但是我不想在电影中 纠结 让大家去理解这个东西 我不是跟你上无理课 说到底是叠战 对 所以这一部算不算是 科学理论 在诺兰电影里 稍微弱一点的一部 可以怎么说吗 那个大门空间更重 这个还好歹是提出了几个观点 软科幻嘛 是吧 披着科幻的万一 对 刚才说这 我想起来一个小的 就是小的花絮吧 我之前看那个星际穿越 幕后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整个电影 请的那个物理顾问 叫 对 然后 就是花两个月时间 劝福诺兰 就是时间是不可以腻的 过去不可以改变的 然后 然后 因为一开始诺兰是想往这方面 努剧情的 对 然后说服之后 然后惊奇的发现 诺兰下一部电 就是在 反对上一个那个的 对 对 理论基础 所以故意是不是 对这个实在太痴迷了 不死心 吉普索文里 还提了 就是诺兰自己给星际穿越 定的两个规则 第一个就是 人回不到过去 对 第二个就是可以引力引力 那个可以传递信息 就这两个规则 对对 那要放对应 放在那个信条里 就是第一个规则 就是人能回到过去 第二个就是 祖父辈论了 就设计的一个结论 就是那个往事只能追忆 不能更改 我看 我觉得你概括这句好 就对于我这种 没法细究 但是我需要知道大规则 去理解的人 这两个特别关键 就记住这两个事 一个是能回到过去 第二个就是 往事 既成事实无法改变 就这两个规则 所谓的伤 其实我觉得是 第一个规则里 生发出来的 就是可以回到过去 不止伤增还能伤减 像什么祖父辈论这种 其实就跟第二条有关系 贝伦老师 特想听你讲演这个贝伦 因为我觉得 这个好像是在他片子里 提及过很多次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演化成 概括他某种 这故事现在未来对接顺 顺下来这么一个世界观的 这个 对 是能解释挺多故事里的 相当于成因的 就是祖父辈论 就是简单说 就是 孙了 回到过去 穿越时空 然后把他爷给弄死了 然后这时候 辈论出现在于 如果他爷死了 那就没有他爸 没有他爸就没有他自己 所以也就是 他爷死的时候 他应该就消失了 但是如果按照刚才咱们那个逻辑 他在未来的爷已经没了 那也就没有现在的自己了 所以这就产生悖论了 然后流行的有四种解释 有两个属于玩赖的 一个就是 另冒理论 另冒理论 就是你 你爸不是你亲爸 你爷也不是你的亲爷 所以你杀不杀就无所谓了 收养理论 收养理论 正经一点收养理论 第二个就是霍金提出来的 那个叫 时去保护假说 他那个意思就是 时间机器根本不存在 所以也不可能有 你传阅这个事 所以这个悖论根本就不存在 我之前他干过一次 跟未来人开party 我发邀请 然后你未来人 就在这一天应该来 如果你存在时间机器的话 在这一天你就会来 但是没有人来参加 所以他就保 他就证实他的说法 也有反驳他的 说那时候还没有 反正他这个解释 就是没有时间机器 另外两个就有点价值 一个是平行宇宙理论 你一旦进入时空机器 就会分裂出另一条时间线 所以你杀的是 你假设从A宇宙来 你杀的其实是B宇宙的 那个祖父 所以相当于B宇宙的 那个你那个版本的自己 没了 但是你是A宇宙的人 所以你还能存在 应该是他杀的那一瞬间 生成了一个B宇宙 我理解 这个是时间穿越的一瞬间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反正 就漫威吗 漫威也不是 你看你要硬说漫威吧 肯定有人杠 对 但是我是不太认同 我感觉就是平行宇宙 大概念 然后第四种 就诺维科夫自洽性原则 他那解释 大概意思就是 咱们经历过的过往 已经是有 如果存在时间穿越的话 已经是时间穿越 参与过的一个最终结果了 所以无论你怎么穿越回去 改变继承的事实 就不会发生变化了 而且继承的事实 很有可能都是你 穿越回到过去参与过 完成的那个事实 这个就是 还是一个循环 你回去干什么 都是以前 就是宿命了 是吗 对 十二只猴子 类似于这种题材的 其实都是这个 那个理论的一个体现 但是多兰 这回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他还是强调了 你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对 所以也有粉丝提出来 这不是宿命论吗 其实按照原来 那些科幻片的表达 其实是宿命论的 但是这回诺兰 我们感觉 他就是阳光 诺兰非常阳光 特别正能量的导演 我觉得他这回 不是宿命论的原因 一个是强调主观能动性 就是他知道 有发生过爆炸 但是或者是 尼尔知道自己会去复死 但是他还是主动参与过去 完成他的使命 跟以往不同的是 以往比如说有个灾难 我要避免 我要消除他 但这回相当于是 你已知的是一个成功的结果 但是你要付出代价 你会不会去做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差别 然后他要完成这个 还不像宿命论的话 我觉得他引入了一个 电影里也强调过的 就是无知就是力量 无知就是武器 对 杀人又杀胡 所以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才能有可能去破除他 改变他 这就连他 对 是这个意思 依然还是去完成 既定事实发生的结果 但是你其实不知道 你应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但是你是不是依然愿意 付出这个代价 你依然有主观能动性在 就特别还挺积极的 这个事 所以他最后让尼尔就 尼尔最后那场戏 不还有三个人发生一个对话 他说就在强调说 当时那个人开锁特别快 然后尼尔就说 那没有人开锁比我快的 还挺细虐的这么说出来 就表示说 那我知道了 你们口中 那个在下面没上来的 开锁特别快的那个人 那就得是我了 所以他在知道 这个既定事实的情况下 那他还是 特别回眸 特别帅的回眸一笑 我就去英勇复死了 内幕绝了 所以才有这个感受 所以说诺兰 可能是在第四种形式上面 加了一点点主观能动性 对 感觉是有他自己 跟前面很多科幻片 不一样的理解 你说这 我想起来 我当时看 就是做视频 看GB这本书的时候 他这个作者提到了 一个怪圈现象 然后实际上 所有的怪圈 其实是循环 或者说是轮回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宿命论 但是这个作者又提了一句 说你既然都经历过一遍了 所以第二遍在循环的时候 怎么可能还是第一遍的你呢 就是说这个怪圈 不能被称之为轮回 因为每一次的 你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 这种 对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可以嫁接到诺兰 这个片子上说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主观能动性 不然这故事就太悲剧了 我觉得也可以吧 应该 我觉得咱们 咱们下不了这个 没有一个把握 只能说我们就是 感觉好像 可以去这样揣摩 这个想法 但我觉得 猜测 对对对 其实这些呢 对于整个 说白了 就作为观影感受来说 其实并不重要 去特别 就你去理解这些东西 并不特别重要 你就听这个故事 就OK了 其实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们实在理解不了 这个也不重要 感受这个故事 就不要去读懂它 feel it 还有就是感觉 其实人物动机屡清楚 或者你对一些剧情 有印象的话 能 我觉得能破除几个 目前网上挺流行 对这个电影的几个批评 比如说 男主角为什么对 那个女主角 怎么就情感 怎么就产生情感了 怎么就 怎么就意见中情了 对 拿枪逼着她 她就能把那个东西交出来 我还挺想听一下这事的 你们看完 对 是啥感觉 我后来二刷的时候 发现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 我看了之后 我没什么 我对这个没什么太大意义 没太纠结的 对我没太纠结 我第一遍看完 有一个巨大的感受 咱当时第一遍刷完也聊着 就是 你说 就是男主和女主 第一次见面完之后 不是有一个晚餐戏吗 首先那个灯光配乐 她这个配乐就感觉 不像是这俩人第一次见会有的一种配乐 就是感觉有种似曾相识 两个人好像认识很多年的那种 才会有的那种 但是我就后来就没想明白 因为它不可能是来自未来的 这绝对不可能 然后第二就是 你说你跟一个寡头老大哥的 大哥的女人 还是你任务对象的女人 然后第一次吃饭 她就直接跟你掏心掏肺 聊到自己被控制 然后自己怎么爱她儿子 再加上那个音乐 就是很奇怪 但我后来也没想明白 我帮诺兰远远 请 帮她洗一下 就是我理解是这样 后来第二遍看的时候也明白 就是凯特这个人 现在他已经完全被他老公控制住了 包括后来男主角跟他落完壳 不是也手下一顿打吗 然后他那时候就直接悲伤 其实他是替自己悲伤 就是他所有接触的 其他的异性也好 朋友也好 都被他老公干掉了 所以我感觉是基于这个条件下 他才第一回见面就跟人掏心掏肺 因为他知道我就掏吧 我也就跟你闹这么一会儿 反正你就死了 反正完事你就死啊残啊 就在我生活中就消失了 就是人物动机 我感觉他是有点 怎么说 说家庭主妇也不合适 反正是被一个婚姻 破碎的婚姻困住的女人 碰到了这种难得跟陌生人接触的机会 所以马上偷信到肥婆 第二遍看了我感觉 而且我当时是脑补 可能这个女人最近一个阶段 她的情感就是很压抑 她在等待一个点爆发 其实表现的是那种状态 对 她恰巧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聊到这个地方 她就忍不住了 我就要说 而且这个情绪跟她最后决定开那一枪 是能顺下去 对 那你们说说 刚才你们要说的那个 然后说的是男主 就是男主怎么爱上她 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二刷特别明显一个感受 这里面男主对她在影片中 表出来的这些情感不是爱 就是我后来二刷回顾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男主是啥呢 其实是一个超级英雄 他是大爱无疆 你知道吗 因为你都会说 然后你回去 你在捋他前面那戏的时候 你能发现 他最开始就表现 是他这样一个 就责任心爆发的一个英雄 我去完成任务 但是不行 我的回去就贫民 对 我的把那些炸弹收出来 对 而且有细节 当时他说了 这些炸弹全放在那个便宜座位 这里面还有点积极 对 所以他回应当于把炸弹 冒死收机会来扔二楼了 我得救人 然后等到后来决定安排这场 飞机场 那个自由港戏的时候 本来这边找的这个帮手 跟他汇报 说我们计划是什么样的 怎么劫持飞机 他也问了好多问题 他问 他第一个担心的是 那机组成员咋办呢 他说那机组成员 我给他放逃生通道 让他走 他说这个听起来有点危险 然后那事死不了 我一开始 我其实一直没有觉得 他俩可能是爱情 对 所以到最后 他就觉得这个无辜的女人 被我卷入进来 我还利用他接近 我的任务目标 我最后不能让他因为我而死 所以他就执意要救他 但是这个事到最后 我们一会可以开脑洞再说 就是他留下的那个说 你的时间前行动才一半 就是尼尔对他说的 最重要的话 就是他这里面还安排了很多细节 是尼尔对他的一些调侃 就是比如说说 那你三个人拿着算法 要分别的那场戏的时候 尼尔就说 那你咋算怎么办 你要去伦敦吗 你会看凯特吗 偷偷看你都不看吗 远远看 远远看都不看 就感觉是在暗示 好像未来他和尼尔之间训练的时候 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时 他了解这个男主的这个爱情历程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那其实这个爱情是发生在未来的 是后面的 这个留白 是一个留白 对对对对 你就所以二刷 你再去带着这种观点 你去品的时候 你就发现就特别有意思 大家还有个说法 就更选后 就是那个尼尔的 对 尼尔的身份的 尼尔在这说吗 尼尔的 可以吧 可以 我昨天看微博已经有 对 已经感觉 刚看电影的时候 我前排阿正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 是吗 对啊 他有啥证据 他看着什么线索了吗 他就是我就直觉就感觉 这个尼尔就是那个凯特的儿子 他就是这个直觉 有点连相是吧 可能是吧 后来反正就是网友也说 这个发色呀 也是给角色 故意改了个发色 是不是要匹配这个 对对对 有几个细节 那个小孩的那个 对吧 先总结一下大家 对 先总结一下大家网上 比较流传的几个 就最明显直观的就是名字 名字 就这个max在英文中的全名 最后这个名称 尾字母 这四个单词 倒写就是尼尔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然后是大家的一个佐证 然后再就是说 刚才你说这个 给帕丁森展办法 你为啥要配合这个发色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说的那个 你回想所有刚才尼尔的 那个情况 对就好像我当年都知道 我妈来放学接我 你这旁边都远远偷偷看 远处有一个叔叔 对在车里 他他们俩 到这儿靠上了 他就俩这次见面 对对对 他就问他说 你会不会劫持女人孩子 对对对 结果当时也有点愣 怎么就问这个问题 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觉得点 是他们决定进行 这次回越南的行动的时候 是女主凯特是回忆不起 是哪天的 他知道是越南度假 但是他就得知道 几天前 几天前 对对对 但是你要觉得 这是他了解整个任务全程 所以掌握的话 又不太准确 因为在任务之间过程中 他有好几回也是蒙的 包括奥斯陆局场 他把那个男主角 恢复正向男主角面罩扒下来 他还挺惊讶 所以证明他对整个 现在这套任务 其实他也是第一回 他也是第一回 所以他能掌握 这么准确的信息 我不认为 他是在未来的行动之前 就有过 调研之类的 对对 可能就是凭个人的记忆 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这里面就是说 反驳这个 尼尔是孩子 这个论点的 一个最大的观点 就是说 如果你诺兰 想做这种安排的话 还是缺少一个实证 没有一个特别铁的证据 能把他做成实锤 比如说盗梦空间里 那个戒指 对 后来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实锤的 一个小细节 能证明 他哪段是在梦里 哪段是在 那个真实 所以最后 因为有戒指 最后 反正是真实的 所以如果拿这个东西 作为对称过来的话 就感觉 我们在信条里 需要一个这样的 小标记 小道具 然后最让我们觉得 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就应该是 尼尔背包上的 那个小挂件 但是28的时候 就是小男孩背包 就是没有 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能把这个挂件 除了去表述尼尔的身份 就第一场戏是他 最后也是他 死在下面也是他 他就起不到别的作用了 但是这个挂件的东西 又特别惯 就为什么是用红绳 绑了一个这样小铜钱 一样的东西 特别像中式的挂件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一度就还 而且我们还发现 就是对比国内外网友的话 就是我们的观众 都把它联想成铜钱 是有这个联想的 国外观众 根本都没意识到是铜钱 他们都说红袋子 红袋子 他们的视觉记忆 明显的是那个红绳 底下挂的是啥 无所谓 我们是看了那个 那个铜钱 同时我第一遍看 以为就是外方内 内方外园 对对对 但第二遍看 原来还不是 还是个两个 就是一个园的 同心园 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就顺着一个词 就是就想找这个东西 是啥 这算是我们俩 一个独家发现 一个猜想 就在这给大家分享 我先垫一下 我先垫一下 就是他度假 其实是有两个地点 第一回是意大利海岸 对 那个附近就是旁贝古城 那为什么旁贝古城 就是很明显 因为Tenet那个石碑 就在那发现 这是一个能对上的 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回 他是在越南度假 越南这个元素特别怪 就是他选越南 没有任何联系 在电影里 越南这个事 或者这个地点 跟任何理论也好 角色也好 都没有关联 关键是他那个场景 我根本没有拍出来 我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是越南 所以越南只剩了这个词 但是我们找到那个 就后来就发现 我们还是觉得 他像直观感受 像铜钱 然后就发现 其实那个东西 特别像古 就是旧的越南盾 就越南盾 那个时候的钱 就跟我们的那个钱 几乎就是一样的 然后你搜那种旧越南盾 就发现跟他身上背包挂 那个就特别像 也是同心圆 同心圆的这种钱 里面是圆的 是越南出处 对 所以如果扣回来 怎么扣呢 就是他们后来 去越南度假的时候 他不是陪着儿子 去出去出海玩的吗 你说有没有可能买个纪念品 带回来 带回来 然后这是他 他这个童年为数不多 记忆最深的 比较快乐的时光 所以他对这场戏 回忆起来是哪天 他特别快 我觉得这个说得通的 然后就可以顺承到 其实他果然就是凯特 和大凡派的儿子 而且告诉你 那个国外网友特别无耻 他们还下那个枪板 截了个图是哪个图呢 是凯特后来不是杀完老公 跳海那时候 对面来了一个船 是他过去的自己 跟他儿子 当时他截的那种 就是儿子看着 那个跳海的女人 表情特别惊讶 惊讶 对 所以就是可以 你可以怀疑 小时候那个Max 就已经明白 对这个事是有意义的 这块有点急割割了 挺完整的一个逻辑 对 但是这个可能 走得有点远 但是说得通 对 可能得出资源的时候 再认证一下 再认证一下 那你们说类似于 那个盗梦空间戒指的 这种实锤的 那个藏的点 是没被找出来 还是说这次 可能就真没有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吧 他可能 对 我感觉 这不是必要的 我觉得这招玩有点多 他就 对 因为最后感情够澎湃的了 你想那个尼尔 传一回来 就这几回 而且 居然一回 对 其实仓库里 他们开始跳锁 那工具不是坏了吗 那一次也是 那个也是 后来逆转回来的尼尔帮人开了 然后再就是爆炸那个地方 开车 所以我当时看完 我就开玩笑 说这回这个是 你拯救世界 我保护你 你大哥别这样 我保护世界 你保护世界 我保护你 这个CP感 其实到后来 其实我是感受到了 而且你最后二刷回来之后 你再捋他 他俩的男主之间的情感线 就也特别有意思 就是一个是他回来那场戏 第一次见面 给他点那个无糖可乐 那段就有一个配乐 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个配乐 二刷的时候特别明显 你感觉这个配乐是有点怪的 对 然后你觉得 对声音慢慢的变大又变小 中间的空盘很长时间 在你二刷的时候 如果是带着说 你知道尼尔是回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种 他是不是这种 老友相聚的这个情感 的这个表达 但实际上后来就 贝勒就发现 那段配乐是有选举的 你要放软件里 不是后来出延伸了吗 他那段波形 就是扇风的形状 就是两侧其实是对称的 所以每一小段音符 你倒着放 正着放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尼尔第一次登场 配这个配乐 其实就是对他身份 也算是一个暗示 我惊了 但是过度解读 这就属于我们乐意解读 给大家点乐意 其实对于导演来说 这个其实观众解不解读 无所谓的 无所谓 而且你顺着这个司徒 再往下延的话 就是他们在把凯特 逆转回这个门里 解救成功之后 他们在车上开车的时候 还说了一段台词 那时候当时说的是 男主角说 你原来早就知道 我是当时 就是之前那个段 是我传业回去的 但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 他说我知道这个 即将发生的事的结果 所以我就不着急说 然后说我们有一个原则 是尽量什么 就不干预 不参与 那个大概这个意思 也有点是无知 就是武器 这个原因 然后他说 谁的原则 谁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原则 身高组织 我们是他俩 他俩 他对现在这个男主 是我们的原则 对 像是 这个感情 当年你教我 现在你定的规矩 现在我在把你定的规矩 告诉你 就特别有意思 这二刷就挺多的 可以 确实感觉二刷的时候 我就抱着一种 从头再回味一遍 他们这个情感戏的目的 然后确实享受到了 还有那个家暴几场戏 我觉得拍的真好 家暴那几场戏 就是我后来 我就回味 回味这个诺兰的 这个电影里面演员的表演 我觉得这个还真就是 那个萨 萨塔尔 萨塔尔 他这个演技在这里面 是很突出的 他这个角色 是我觉得眼活了的 尤其是家暴那几场戏 那个 感觉贼到位 那个野兽一般的 那个感觉 到位 包括那个音乐 配的也是 给的很重 有一段台词跟音乐 那个节奏是卡的 对 那边故意卡了一下 就是那个 在那个枪械裤 那个地方 还有就是那段的一个配乐 你如果听原神的话 能听着 就那个声 那个声我看报道 是说 诺兰的 诺兰自己 录立了一段 然后给那个配乐 配乐师改 改到那个曲子里 所以也算是现声的 咱聊聊配乐吧 顺便 我还挺期待 大家对这怎么看呢 对 就是这个 这个音乐老师 这个音乐老师 就是 我对他这个名字 其实真的 不是很熟悉 之前 就只是说 这次 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一度曾经以为 说这个音乐 还是 汉斯基姆 但是感觉 汉斯基姆 怎么可能 老大爷这么大岁数了 能做出这么新的音乐吗 是吧 就感觉这个音乐 有点先锋 对 有点实验性 有点先锋 然后后来我去一查 还真不是汉斯基姆 这个人叫 叫叫叫 露德维希 格兰森 对对 这个名字 你看这个 这个绕口 就是L 然后G 我们简称的LG 对对对 这个LG 这个哥们 就是我一看 他之前做的这些音乐 黑豹 是给我留下 很深印象的一个 因为黑豹这个里面 他把这个非洲的很多 这个民族乐器 跟电子乐结合起来 非洲未来主义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 那个效果 当时看黑豹的时候 就是觉得那个音乐 很新 然后感觉很好 然后我一看 这个哥们 那个李律表 最牛逼的还有一个 就是曼达路人 曼达路人 就是为什么牛逼 一个是大家知道 黑曼豆那首歌 就我在那个视频里面 经常用那个 就是这个西部片的感觉 又结合了这个太空歌剧 这种科幻的元素在里面 整个这个电影的配乐 电子和复古 和古典的那种东西 它结合 然后给你一种 又结合出一种 西部电影的那种味道 就是 而且最牛逼的是 这个曼达路人 他不是 他这一个剧 按理说我们的一个剧 可能有一个OST的专辑 它是一个专辑 这部剧是 每一集 形成一个专辑 就是你想 你能想象到就是 这个预算有多高 给它这么大空间 去每一集 去做专属的音乐 每一集 每一集 差不多有八首 到九首这样 不等的音乐 然后 再加上这个 这个音乐就完全是可能 它发挥的空间 就是可能更往前走了一步 就是整个音乐的感觉 一个是因为影片的形式 它有更多的这个 很实验 很前卫的这个理念 包括像你说的 波形之间的这种 对位的对称 你这个音乐 你倒着放 正着放 没有什么感觉 甚至是说 在这个很多音乐 它用了倒放 倒着放的这个 时间线的音乐 然后和正向演奏的音乐 和结合起来的这种东西 对 对吧 就是有一些 打底的音乐是倒放的 然后就比如说 可以说和弦是倒着的 然后这个时候 主旋律呢 是正着演奏的 还有一些 整个音乐就是 给你感觉 它没有旋律 就这个电影原生 就给我感觉 它没有特别明显的旋律 它完全是音效一样 和整个 从音效和氛围的角度去做 有点那个 边境杀手 那个配乐师 对 特别像 对 就是那种 我把这个氛围 用这个音乐 给你轰到极致 我甚至不需要一个主旋律 你哼不出来 对 你哼不出来 你也没有 但是这个现场 在观影的感觉里 因为我们在电影院 看这个5.1 还是7.1 这个声道 它的那个音乐的声音 我不知道是故意拉大了 还是说就是在 这个5.1 7.1声道下 就是它音乐会比 对白的声音大 这个音乐给你感觉 就是非常震撼 每一个音符 你没想戏的时候 要聊缺点 你的老尾摟摟 对啊 就聊到这儿呢 就是这个对有一些人 就是不好的地方了 现在就是 很多观众的反馈 就是太震了 对 而且不是说把 有的影院音箱都烧了 剩坏了 我明显感觉到 当时我在 博纳那场那个电影院看 它其实高音 就是有些地方低音 要磁了 电瓶太大的地方 它是有湿针的 有湿针的 因为就是不行 因为音量开太大了 就我不知道 它是故意的 还是怎么着 我觉得 我觉得诺兰 可能是耳背 就是从前几年 那个星剧穿越开始 不是星剧穿越 从那个 盗梦空间开始 那时候没那么 它耳背没那么严重 后来就越来越严重 东克尔克也是 轰轰轰 反正那也是轰炸 所以你就可能感觉不出来 这一步是太明显 我觉得吧 就是我可以给他 稍微那个 洗血 洗血 就是从那个创作角度 因为都是同行 就是我虽然不是 那个拍电影 但是就是 说白了 就是 你还是要 就是 他是一个在声音和 音乐上面 有构思的导演 就是他这个 他能像 可能我们一般 做一个电影 我们就保持说 这个声音 要震撼 要 让人有 这个临场感 或者说 这个音效 我要 要很到位 或者是很匹配 但是他的这个 追求 已经过了这个级别 他是说 我这个音乐要 比一般的音乐声音要大 或者是说 我这个声音 要跟着时间的概念 去做一些变换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 可能 除了耳背之外 他也是故意 音量这个事 我感觉跟那个疫情 也有影响 因为之前 星川越 我们做 查背景的时候 他们 他跟那个 汉斯基默 做完配乐以后 就故意要把声音推大 所以他们在放映前 去过好几家影院 做测试 那时候就烧坏 就有影响了 但是后来就是 放到了一个 极限的那个位置 但我估计这回 因为疫情原因 他没法四处试 四处跑 可能也是 没控制好 你说这个我也想起 我看到一个小花絮 就是这个配乐师 格兰森 他本来是想用管弦乐 去给这个音乐 做配乐的 但是就刚好到这个 请管弦乐队 来演的这个点 然后就北美疫情 就爆发了 没法去实现 然后最后导致 他基本 对全都是自己 一个人在家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整个风格 也有所改变 我现在特别惊喜 这个结果 就不管是啥原因 我觉得如果 他要真是要用 还是很新鲜 他要用交响乐的话 其实不一定会有 超过 汉斯基默的 那个感觉 我第二遍看了 是尤其明显 一开场 基本那个恐怖分子 进来 一脚就给 那个大铁踹 汉斯基默 还用管弦 全面都整电子 过度解决 就感觉 有点正 但是又有新的东西 其实汉斯基默 他其实在近几年里面 一直也在结合电子 但是汉斯基默 还是一管 汉斯基默 汉斯基默就电子出身 对啊 他年轻时候 有跟乐队 有特别电子演的 对 那时候贼瘦 又白又瘦 可以搜一搜 YouTube视频 而且他是跟 Junkie XL合作的 你想他本身 是带着电子机 但是他又很好的 用大乐队 管弦乐队 去做他的电子的 这种东西 但是这个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 我觉得就是更电子了 甚至有的时候 我就有一段镜头 就是歌剧院 那段时间 然后大部队 特警 开始进到现场的时候 那个节奏 鼓点一起 我都开始 就是摇头了 就像北京杀手 那个他们那段 押韵的那种行动 那个培育 而且我 我 那个原声出了以后 我就倒放了几段 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 感觉很明显 他好像在做倒放 那个效果 我还发现一个 不知道算不算 一个规律 就是很多倒放的时候 你能听出来 比如说君鼓那种 节哑鼓点声 其实是你倒放的时候 才能听出来 这里他是用那种 我不知道是模拟的 或者是真实乐器 可以敲的 总之 他是真实乐器的 那种鼓点声 但是我发现 还有弦页也是 但是很多这种 真实乐器的声音 他都做的是倒放 处理 对 所以你正着听的时候 全是电子 感觉全是电子 但还有点怪 但其实他是有真实乐器 只不过是倒放 有没有可能是他 先做了一轨 跟就是鼓和旋律 比较正相关的 然后他倒放过来 把倒着的再用到正的 有可能的 我觉得会有这样用的 其实这个 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是一个 做音乐的人 我也喜欢给诺兰 这样的导演 做玩 对 感觉玩起飞了 还有钱 对 然后说到音乐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我想跟大家聊 就是 这个天眼人里面 也是诺兰 一直在强调的 谍战元素 就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 对于007的这个情怀 我感觉就是 很强烈的 全都注入进去了 前面 就说白了 从前面 从那个 我男主角第一次进到 那个逆转的世界门之前 前面那段 所有的 所有的过程 其实都特别的 那个007 包括一个 西装革履的人 在这个 认识了一个 大佬的女人 然后这个大佬的女人 又是那种 就是跟大佬 已经那个 感情已经实际上 很烈了 然后就是 两个人之间 又有点这个 互相吸引的 这种感觉 对吧 这个太007了 而且 还有一段最007的 就是他们在那个 海上谈判那段 那个小哥在前面 像那个 就是 调方向 调方向 对对 那叫什么船 我也不知道 那段戏拍的特别帅 然后这个就是 特别007的感觉 然后还有 他们那个 整个的视觉 包括什么 去各个 世界各地去见 然后还会穿着西装 然后有的时候 那些小道具 那个弹簧什么的 这些东西 对 那个绳索 对不对 而且上来那一场戏 第一场戏 上来就来一个 天王盖地虎 天龙盖地虎 这首对暗号 你知道吗 这 我一开始 这light 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 可能就是给你 无法用 帕丁森 帕丁森 而且第一场戏 一开始 看预告片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 这是一个 这么有 谍报 这个 元素的一个剧 以为是一个 只是一个有 原究行动 谁知道 原来是一个 卧底在那边 一个行动 然后 那段戏 结合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音乐 然后加上 诺兰式 典型诺兰式的那种 开场 而且诺兰的这个开场 一般都是这种 一个递进的一个感觉 包括镜头的 都是往前推进 缓缓的zoom in 然后音乐的 这个缓缓的递进 然后加上这个剧情 各种元素的叠加 前面这一段 给我的感觉 就看得巨爽 然后 行 我觉得谍战元素 我觉得 我感觉你的爽点 在前半部分 对 我爽点全在前半部分 就是我的 我唯一不爽的 就是后面那个 就 我感觉诺兰在那个 盗梦空间里面 和这个片子里面 犯了同样一个 可能不太好的错 就是不太好的一个错误 就是他 每到这种大场面 互相厮杀的这个戏 就拍的 就很 我很懵 盗梦空间的那个 雪地那场戏 第三层梦境 包括这个塔斯克12号 还是斯塔克12号 斯塔克12号 那个地方 就看得累 晕 然后这个 我第一面看的时候 坐的是第二排 特别靠边的位置 说实话 我都没看清 敌人在哪 敌人在哪 对 那个衣物处理的 特别灰白 迷彩 对 而且那个红蓝队 其实蓝队 有点看不清 红队还可以 蓝队有一段是发灰的 能看着有个秀标 然后能看出来 不是红的 估计是蓝的 但是挺模糊 包括像之前 盗梦空间那也是 大家都是白衣服 我真的有时候 分不清谁 你说能不能跟 诺兰他 红绿色盲有关系 其实他分辨不太 有这个传闻 对 我觉得有可能 你这一说 我一回想 真的有可能 是吧 他在 他电影调色 他在电影里面的 色彩运用是 最不讲究 对 说眼睛不要 我说不行 深谈之间的早夜 这部电影里面 就是你去想 就是任何一个电影 颜色对于这个 DP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摄影师 一定会跟导演去 选择一个最合适 这场戏的颜色色调 然后甚至是有些场景里面 会有很多色调 然后很多道具的颜色 可能会是很重要的 剧情的构成部分 但是在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 基本没有说 在色彩上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对 相对弱一点 相对弱一点 只有这一次 可能他没有办法 用红色和蓝色 区分一个东西 但是你想他 整个前面部分 你去回忆 就是这个电影 其实 红蓝还是一个 辅助故事的元素 对 这是辅助故事的元素 必须得有了 但前面那些 他没有赋予一个 特别强烈的色彩的 一个视觉信号 对 就是你说前面 如果是一个黑白电影 其实也不耽误 然后还有什么 我必须得夸一下帕丁森 可以说到这儿 你去夸吧 夸吃一下 我真的 我觉得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大家一听就好 我觉得帕丁森这个演员 其实在我印象中 感觉有点像 王传军的这种类型 就是说 之前演过一个偶像类型的 对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 在狂揭闻一片 然后叶宇也是 感觉特别艺术家打扮 然后就是想把自己形象 就是往回找 然后去找到自己更 但是你要说 他真的就是演过什么 特别令人拍案 叫绝amazing的东西 我觉得好像也找不出来 但是这次真的 我觉得就是帕丁森 我自己感觉 他把诺兰给他这角色 给升华了 就是他整个人的形象 气质 然后包括在这里面的 一拼一笑 全都把这个角色给 就是活生生的立起来了 就是以至于说 我二刷三刷的动力 其实是有点想去看 他跟角色的 主角的这种互动 全都立起来 而且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自己 一厢情愿 那个 是 是 我说什么 我不觉得 就是我觉得最后 一幕戏的那个配乐 和那个感觉 有点像大华西游结尾 那个 那个场景也是 大博的感觉 然后都稍微有点西部 对 然后配乐也是 然后也都是那种 你在现在诉说着 跟过去未来有关的东西 时间的遗憾 对 贼好 贼好 那幕戏 贼好 你说到这个诺兰电影里面的 这个演员的表演 其实我倒觉得 诺兰是一个 不会出获奖演员的 这个导演 对 他不托于 依托于演员的演技 或者是他的片子 不会捧出一个 获奖的演员 因为他的 我觉得有 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他本身 电影的概念特别强 会把演员的表演盖住 第二就是他本身 不需要 那么 那么强烈的 某一个单一角色 因为他整个电影里面 没有某一个角色 不是单一角色为主 而且第三 我觉得他不一定是一个 特别好的演员 就他本 就导演本身 要想导好演员 一个导好戏 他本身要是一个好演员 他懂表演 他可能不一定 是那个最懂表演的导演 所以他不会 做出那种 影帝级别的电影 所以就他 你看他的电影里面 都是大牌 这些大牌的表演 没有错 但是也不会因为 他的电影得奖 这个就是他的 这个电影 就这种程度 所以我觉得他的电影 没有 不会说感觉某一个演员 演得特别特别棒 就是大家都是正常 水平发挥 就没有 没关系 大导演都有这个问题 也不算问题 也不是问题 就是 风格特别强烈 演员甚至是有点 你导演手下的 道具人 都是花盆 都是受我导演控制的 那咱我想问最后一问题 咱最后收尾吧 就是特别俗 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 特别喜欢弄完电影 出了电影院 都会聊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觉得 在自己心里 心条是弄完电影 低几名 或者说弄完其他电影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部 来吧 这个好难说 这个好难说 是 但是我感觉 就是我看完心条 当时一个感觉就是 以目前这个状态下的 诺兰拍的 我觉得是最好的 我是这种感受 而且就是 我好久没有 一个电影 就是在电影院看完 坐着震到我 我在那个椅子上 缓半天缓出来的 那个感觉 甚至如果是我 拿它以前前作去比较 我感觉这次心条 带给我的冲击 应该是 当下这个时间 今天我觉得最大的 所以如果你让 我在这一刻评 我肯定还是觉得 心条是最好 我甚至会有这种感觉 你刚才说的 说在弄来这个 它特别特别的 就是就刚才 像我们刚才所有聊的 无论是剧情上的 包括配乐上的 是整体上的 视觉上的应用 包括这个理念的设定 如果你单纯让我说 回顾以前 仅从剧情的角度 去想的话 我可能最喜欢 还是记忆碎片 就盗梦空间 给我带来的 那个冲击感 没有记忆碎片大 但是盗梦空间 它有这种 视觉上的奇观的设定 会让你一直记着 一直能想起来的这场戏 但是信条 会给我一个 特别立体和综合的感觉 对论呢 我可能 硬要排的话 我感觉星期穿越 其实在我这 可能排名再稍高点 但是信条属于 在我理解里 它算有点偏刻 就是很极致 比较激进 对挺激进的 特别激进 这个剧情编排上 所以我 但是我打分 我这回也是打五星 因为就是因为 它那个东西呈现出来 太险了 满分五分吧 对 五星 到不了满分肯定 我觉得这回是一个 挺特别的 应该是 时间冲刷一下 它那些奇观性的东西 和新呈现的 那个视觉效果 在我这 我觉得还是能留下来 至少不会掉出 可能前三是 可能还能留住 这么高评价呢 反正就是现在 以后反应过分 我觉得吧 就是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肯定有人 不会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 不管是因为 这个电影的 观看的过程 会让人很疲惫 或者是说 有人会觉得 没有必要把烧脑 或者看不懂 作为一个噱头 是吧 但是我觉得 我接受这些看法 因为这个电影 确实是一个 很偏激 很激进的一个电影 但是它又是在一个 如此商业化的 大环境下 大的制片公司 高预算 然后高投入 然后所有都是 一级的投入的情况下 就是你把它当做 一个风险投资 几亿美元的 一个风险投资 两亿 对对对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导演去 能够给我们 呈现出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东西 虽然它有一定程度的保险 那就是比如说 它的很多商业元素 是它的保险 它比较保守的部分 但是在这个框架里 导演已经突破了 我认为一个 怎么说 构思和创作的一个 瓶颈和极限 就是能去构思出 这样一个时间的概念 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手法 去呈现出这个视觉的 这些东西 就把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如果我写小说 可能我用文字可以写出来 但是如果把它视觉化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是觉得 这电影是有价值 有意义 就在我们今年的情况下 然后从我个人角度讲 我为什么说 喜欢这部电影 它首先 它的视觉感受 就是诺兰的一向那种 灰色的那种感觉 加上它有很多 亮晶晶的那些特工 亮晶晶 这个打到你了 这个元素 其实之前在盗梦空间里 就有银色的手提箱 包括这次那种弹弓也好 然后还有什么银色的药丸也好 这些东西就是让我觉得 很精致的那种 谍战片该有的元素 然后我喜欢看谍战片 所以我喜欢这部电影 再就是诺兰这个人 他拍的电影的 怎么说呢 镜头调度和音乐的结合 诺兰我刚才也说 他不会有很多花哨的 镜头调度 像麦克尔贝旋转 然后上升 麦克尔贝要拍这个概念 绝对反物质正物质 他得撞 就得炸 他绝对子弹变原子弹 绝对不会给你玩 这个时间掉头 魔鬼云长出来 然后再回去 诺兰还挺喜欢麦克尔贝 这也会是一个色彩绚丽的电影 诺兰也挺爱爆炸 主角在逆向的汽车里 然后选择蓝色的天空 这种感觉 但是诺兰的电影 就是它有一种 暗流的那种涌动的能量 是让我个人特别爽 包括之前 我看他蝙蝠侠 还是什么的 这种 他的信息量大到 就是一个台词 当做旁白的时候 会带过很多场景 就是我对这种感觉是很爱 然后包括 这个我建议 如果有个条件 大家去看 MX的版本 因为这个电影 基本上百分之 七八十八九十 可能都是用MX摄影机拍的 就是七朝米胶片拍的 这跟十年前 我们看MX电影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 我跟满房 我们去看 迪戎蝶4的时候 叫大名了吗 那个时候 我跟贝伦 我们去看 迪戎蝶4的时候 迪戎蝶4宣传 是说我们有半万小时的 MX评论 现在这一整部电影 基本上全程 就只有诺兰 去敢花这么多的钱去拍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拿出来宣传 是没有毛病 大家去看就OK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确实也肩负了 拯救院舰 在实下责任 您可别给诺兰 再教育 我感觉是 如果未来 即便信条有资源上线了 就是你观众体验 和你在电影院 有观众体验 肯定感受是不一样的 这个一定是有落差的 但是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 永远很难说服 大部分观众 对 就是当时我们去拍 我给你讲个以前的事 就我拍纪录片 然后我选择 用大画幅的摄像机 去拍纪录片 比如说索尼的FX9 或者是阿莱的LF 这些阿莱LF 其实小丑 他就在用这种电影 但是摄像师跟制片人说 说我们这个摄像机多牛逼 他的大画幅 他的景深 然后他那个细节 细腻 不是我考虑的 色彩什么的 制片人说观众看不出来 就是你 我观众看的时候 就是我观众看的时候 只是觉得好像挺好 怎能能感受到 我也说不出来拿好 对吧 他不知道你这个钱 到底是花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很难说服观众 但因为只有你在 你带着这个感觉 坐在MX影院里 看的时候 你才可能去感觉到 卧槽 这个确实是大视野 然后填充我所有的视野 范围内的画面 然后加上这种 眼镜效果的震撼 我觉得这个 如果大家要看的话 就是有条件去看MX 就是这样 那我 我结尾 你不是也要说吗 是吧 对 你说说你呢 我 我其实挺同意 培根刚才说的 一个关键词 就是说 在现在去看的话 当下这个 其实我也特别想 说出一个 那个几年后 在听这电台 然后依然不会被打脸的话 依然听着非常非常的 有道理的话 但是我没办法做到 那个时候我们 就是接受到那么多的 信息量 那么多影评 看了那么多电影 然后去 看这个电影的感觉 和当下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如果遵从 我当下内心 我也觉得这是 就是近几年吧 包括星际穿越 我觉得诺兰 可能是给我冲击力 最大的一部片子 因为 就是这样一个导演 然后每一次都去 就揪时间 玩弄时间 这么一个导演 你说你都拍了十部电影了 你到现在 你还能怎么去玩弄这个东西 就是我上次在回看 回看他电影的时候 发现一个挺有意思 就是比如盗墨空间 他不是做的一个 立体的地规的结构吗 然后下一步就到星际穿越 他里面就有一台词 是去就是去说地规这事 就是那个教授的 对不对 就是那个角色的女儿 他去解那个 在黑板上解那个谜题的时候 然后对教授说 你这个是地规 是就是是无解的 然后所以我们要用什么什么 就等于说有点反对 他上面一部片子 已经做到完美的地规 那我这次来做个别的 然后他这次呢 又感觉有点反 星际穿越 星际穿越是 回不到过去 对 那个时间可以被拉伸 然后但就是不可以回到过去 他这回又说了一句 可以回到过去 可以回到过去 但过去还是不能被改变 就每一次 你能感受到一个导演 他真的是 做到这份上了 还在不断地去 想些的东西 对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我觉得 就是在当下 就是经常 大家会讨论说 诺兰是不是 库布里克 这事儿 我觉得 没必要说这个 他就是这个时代 他就是影响力最大 然后也唯一可以 基本可以说 唯一可以带给我们 这种原创性的 不断突破自己东西 带着华纳大厂商 砸那么多钱 做原创的剧本 对 这个是挺难得的 但是我觉得 我刚才 既然你们都说完了之后 我发现 我应该我会拉一拉 我觉得 刚才我也说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不怪观众 就是怪导演 就是他 怎么说呢 他把这个东西 没有 作为一个娱乐产品 娱乐产品 你要是整得这么 不考虑市场 你必须得看两遍才行 你这不是 那啥吗 对吧 你是这么就是的吗 你一定要 玩赖 他不是靠 他说的这个就是 一定要让观众看两遍 然后他的票房 就牛逼了是吗 那我觉得也不一定 就是很多人看完之后 喷啊 我就理解 因为那个看的时候 大家肯定不是 所有人都全神贯注的 百分之百 每段时间 每个剧情都跟得上 因为这个东西 跟你坐在影院里面的位置 甚至都有关系 如果我坐在第二排 我看一行字幕的时间 要比坐在最后一排 看字幕的时间多 还真是 对吧 那你这个就很难理解这个剧情了 你上一剧没看完 下一剧又 又再回顾上一剧是说啥 最后看完 说啥了 啥也不知道 我在哪 我是谁 我怎么能绕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奏 真的是稍微可以再慢一点 就是你要不就 你就少拍一点 别拍一个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 可能完整版啊 就剪辑之前的 就剪辑之前的 完整把整个素材加起来 可能至少得三个小时 啊 就所以说要么你就少拍点 然后你就把节奏就掌握得再舒服一点 然后要不你就 这个 干脆长 把片子拉长一点 对吧 你就别别剪那么快 给我们点时间 然后我们 大不了你分个上下场 我们中间歇个15分钟 别罢 对吧 我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反正愿意看的人 这个时间长了也看得爽 确实还是对观众不太友好 对对对 你这样你就挑观众 但是你话说回来 这不所有咱以前说的经典电影 都是超越时代吗 就是咱也不知道多少年后 很多大片当年也是票房烂 对 不知道多少年后 大家对这个片子到底是说 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在诺兰电影里到底是低级 但是对就尊重当下的感受 就我小时候其实挺崇拜诺兰的 因为他是能有好几部电影 进到imdb前十的 对 但是那个最近几年都没进吧 对东克尔克好像就差点 对吧 最近年都没进 说明那个也危险了 开始脱离群众了 这也不行 卧槽 但你要这么说 我觉得他要真开始脱离群众了 我敬他 敬他是条汉 看他预算 他预算搞这么大 他还得同时照顾一些场面 那就很别扭了 行 我觉得就是 说到这儿 我觉得差不多 咱不能把他捧成神 就是诺兰是个好导演 然后那个片子 大家就是看完之后 自己给自己有一个评价 我觉得是可以了 主要现在竞品太少 显得 这竞品太少了 这个那个 行 那我们就今天这题 加丢Pro 我们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然后我觉得 如果大家对这个电影 还有什么解读 我觉得 或者我们有什么说的 不全面的地方 肯定不光不全面 肯定也有一些有问题 不太对的地方 等待时间来解答 大家也可以在 在这个评论里面 跟我们聊一聊 对吧 然后我们希望 我们这个小队 以后可以再有机会 再去给大家聊聊其他电影 那太好了 狂请培根贝勇老师 咱俩过来狂蹭 广告时间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培根贝勇老师 最近两天发的一个 关于信条的解析 确实有的时候 用视频来解释 更清晰一点 但是有一些东西 又是视频里面 装不下 对 那这个时候 对 原来是一个地规的广告 对 咱俩有一个前行行动 两边都得做 是不是 夹击观众 观众可真不容易 看个电影 然后看完之后 一脑两个大 然后还得 出来听你们 叭叭叭上课 还有很多都是带着对象 男的带对象去看的 觉得安诺兰以前电影 我看明白 除了装个事 这回坐在那儿也梦 好尴尬 说我酒量挺好 你也喝到了 行 那我们这些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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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